哈喽,我是老雷 刚才那个直播看到了吗? YouTube直播,好玩 我目前为止,我没有搞清楚 我更喜欢的是Instagram上面那个直播 还是YouTube 貌似YouTube质量比较高 但是Instagram那边貌似可以回头看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第二天或者啥 你可以看到那些其他流的评论 YouTube那边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实在是太傻了 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我在回复哪一些评论 就是或许我没有明白而已 我在视频当中,就是直播当中 我介绍我那些小猫 三只小猫 一个Coco, Corona 一个Toto, Dofli 就是白雪的意思 一个Bobo, the big one B-O, Bobo 对,应该说不是我的猫 是不是? 他们是自由的 我也是自由的 他们是 他们是浏览猫 我是浏览狗 我负责买吃的 我负责擦眼镜的 嗯,反正挺有玩的 有一些人 我发现他们 好像用了一个那种捐款功能 是不是? 我 我在视频当中 我 或者是直播当中 我发现那功能 我发现有一个小标志 说好像别人支持我 给了一些那种 那种支付和啥 我有点不好意思 知道吗? 就是 我没有做任何心理准备 我都不知道那个功能存在 嗯 其实我 我还真的觉得你还不太好 就是 我录这些视频 我会 我会转一些那种广告费啊 或者啥也挺好 但是你要在那捐款的话 我会不好意思 尤其现在 现在是全球危机新冠状病毒 你捐款挺好 但是你要捐给一些医院 一些需要的一些那种医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组织 而不是我 我这儿这些 小猫的那些吃的 那些药 我负责 好吗? 就是这样我会觉得比较好 不然的话 不好 嗯 另外呢 我在视频当中 我说我准备 说一下我的这个stone技 一个 一个在美国的 好像是一队 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用中文说 一些实证的一个 一对网红 我对他们的看法 好像叫美食技 是不是stone技 嗯 我第一次听说过他们 是因为其他人推荐的 说老雷 你看一下他们 他们说话比较中根 或者啥 我当时没有理他们 我对那些什么网红 在那说的话 不是特别感兴趣 嗯 但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 就是那个stone技 说了德国这个新冠状病毒 死亡死亡率比较低 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德国 不会把所有人都算进去了 也就是说你的死因 不是新冠状病毒 虽然你得了新冠状病毒 但是你的死因不是 所以说德国那个官方的一个 那个统计不会把你算进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扯淡 不符合事实 我 要这样 要这样说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讲不同的事实 对不对 事实有对错 如果观点 那你可以有不同观点 我看了他 他们那个视频 说这个德国新冠状病毒死亡率 这个这个观点 这个不符合事实这个事 对他们这个影响比较负面的 就觉得没有太大价值 后来我发现 这个让我更失望的是 完了之后呢 他们又录了一个视频 好像别人提醒他们说 你看你说这个事情是错的 是一个谣言 他们又录了一个视频说 反正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他们好像听了一个台湾的一个教授说的 所以说他们就是这样 呃 传达一个一个消息 不是自己编的 而是其他人怎么得出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不是很有价值 但是呢 我觉得你也不能拿两个视频 去衡量一整个频道 对不对 他们录视频特别多 一天有一个三四个视频好像 如果没有 没有搞错的话 反正很多 呃 我就看了一些其他的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看 所以说 如果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视频 非常非常好 非常出色或者啥 有可能 我这次没有看到 因为我没有时间 去做那种功课 我没有时间 所有把所有他们视频都看一遍 我这次看了一些 我从标记上觉得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他们说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阴谋论 呃 他们说了一些Deep state的一些事 说了一些Trump支持率 说了一些Trump用那个Chinese virus这个词 呃 这个这个中国病毒 看了那些视频 我就得出了一个自己的结论 就按照那些视频 反正也一共有一个六七个视频嘛 呃 我我不准备把整个视频都给你看 因为我就时间会太长了 他们他们话挺多的 我也话挺多对不对 但是反正啊 我剪了一些 我就比较有意思一些一些片段出来 你要是觉得好像这样老雷部不全面 呃 不是不无道理 对不对 你你可以说我我这样好像不会把整个视频都给你看了 那有点不靠谱 但是也是世界问题嘛 你自己可以去看他们他们所有视频 你也可以去看整个视频 你可以看我说的到对不对 对不对 呃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 我先准备给你们看那个 他们说德国死亡率的那些那些那个视频 那两个视频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926号星期四 这个这一次 我现在我没有带上爆米花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不好玩 这是我不是过来 在取笑他们或是啥 像我哥们那样 呃 我这次评论一下 虽然爆米花好吃 但是我带上了我的茶杯 也也也行 疫情出来了之后啊 这个各国呢出现了非常呃 不同的景象 那德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德国确定人数很多 但是死亡率呢非常低 那我们得到消息的是这样 德国呢 他不是说 你只要死了 然后你你得了新冠你死了 然后呢 呃 我就算是新冠死的 这不行 他要看你的死因是什么 比如说你得了新冠 你不想过了你跳楼了 那那你这算自杀 这不算 这不算新冠死的 那你你自己给自己一枪 我太痛苦了 我不过了 我就算自杀 这这不能算是这个新冠死的 他要看你最后真正的死因是新冠 他在给你算 如果你是由于就是说比如你老年人 你本来就有什么糖尿病了高血压 或什么病 由于新冠导致了你引发了其他的这种症状 那么你死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不算 不就是说不算给这个 我看他们视频 呃 我第一个感受 是我对他们的一些做视频的一些制度 一些模式比较感兴趣 我们晚一点说那个会员模式 非会员模式 呃另外我觉得我对这个 这个 会外语 是一些好事 我觉得我还是要强调那句话 因为我 我听他们这样说 我说了一些德国媒体 这个 Robert Koch Institute 就是 再无聊不过的 再官方不过的 他负责这种这种疾病的这种病毒的一个 德国这个最高的那个一个组织 Robert Koch Institute 不是什么那种红十字会 也没有什么那种被质疑 不知道 腐败呀或者啥 没有那种丑闻的 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那种 法治社会 通明法治社会里面的一个机构 他是 早在 3月20号的时候被问的 他的代言人 在一个记者会 德国的一个记者会 说 问这个RKI的这个代言人 你们那个算的这些 这些死亡总数是怎么算的 到底谁被算进去了 人家给了一个说法 他用德语说的 我们先听我 我再给你解释啊 他说的是3月20号 而且之前也说过 说在我们这儿 也就是说德国 如果一个人被查出新冠状病毒 他就算因为 而且如果他死了之后呢 他就算因为新冠状病毒而死 如果具体的死因 死因不一样的话呢 那无所谓 你只要身上被查出这个新冠状病毒 你死了 就会被算进这个总数里面了 这个我觉得再清楚不过 我不知道一些 中文媒体有没有报道 英国媒体有没有报道 我真的说会外语是件好事 尤其你要讨论一个 一个国家 对不对 比如说德国 会见德语 或者是找一个会德语的朋友 也挺好吧 但是呢 人家Stone G怎么做的呢 Stone G又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他又录了一个视频说 这个消息 反正不是自己编的 而是他们 转达一个台湾的一个教授 好吧 我们听 那关于德国的死亡率 为什么比较低的这件事呢 就是他因为死亡原因等等的啊 那他为什么低 这件事是谁说的呢 是台湾的立法委员陈一鸣教授说的啊 那陈一鸣教授是台湾医师 曾担任的高雄医学大学的副校长 专长的是研究癌症 艾滋病防治和流行病学 曾在高雄医科大学的进行肝癌研究和治疗 那他现在呢作为国民党推荐任第九届全国不分区 及侨区国外国民选区的呢 立法委员 他现在是这个台湾立法委员啊 国民党级的 台湾那个立法委员 然后呢他又是呢 这个一时出身 所以呢我觉得呢 他得到消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准确的 比较 比谁 比那个阿凯一 就是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有点那种你要说一个德国的事情 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要质疑那个台湾的那个 呃教授我不认识他 无所谓 但是你作为那种媒体 自媒体也好嘛 网红也好 你要说一个德国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台湾人给你解释 你为什么要去转达一个台湾人的消息 而且德国人批咬了 你还要说反正台湾人比较 比较懂这些 比较什么比较 而且完了之后呢 又加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耐言欣慰的 他们我想可能是跟德国那边有什么关系吧 哈 他们可能跟德国那边有一个什么关系吧哈 跟德国哪一边 跟阿凯一吗 阿凯一会告诉那个台湾台湾教授 哎 我们这个这个死亡总是不是这样算的 跟谁有一个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对我们制度到底了不了解 这个Stone记 反正我按照这两个视频 我正在说第一个视频我还觉得那好吧 那你转达了一个那种错的一个消息 OK 但第二个视频简直是 你都被皮咬了 你还要坚持说反正不是我的错 我就是转达一个其他人的消息 而且你还要说比较了解 他比较了解 比德国人了解 而且你要说反正他有一个那种 好像是一个那种一个后台 有一个那种消息公道或者啥 我觉得不是特别靠谱 怎能这么说 我不是我们先放弃这个话题吧 我不是说对一些他们聊的一些其他话题感兴趣吗 现在说到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员和非会员这个模式 我对那个比较感兴趣 我一直没有懂 我看他们的一些视频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他们正在说一个美国的一个阴谋论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3号星期一 是这样啊 刚刚呢 发了一期这个会员真相视频 今天啊 早上起来有两个事呢 就是想说 一个呢 是中国的坊间流传的 就是说 来自所谓的 就昨天我说的坊间流传 来自猪身上的呢 一种的一个新冠病毒 那么大家探讨这个呢 也都是这个好奇 对于这个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 它源头是什么 有好奇 那那个呢是咱们中国人之间的传的 呃 然后那个呢 抱歉我只能发在这个会员专享视频里了 为什么 你有什么话只有在会员里面发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当中呢 玻璃心比较多 然后呢 我觉得不够自信 所以 我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 玻璃心比较多 好吧 那个是事实 不够自信 OK 但是这个说明了什么 我不明白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探讨这个 呃 中国方面问题的呢 没有办法 只能隔在那里 所以我是 其实我是非常遗憾的 其实我特别想把它发在这个非会员里面啊 非常遗憾 非常想发在非会员里面 我不知道 我刚才 我的这个第一个反应是 好吧 你怕的是 那些点赞率 会不好 对不对 很多人会 不会给你点赞的 那个叫什么 点猜是不是 猜 猜 对不对 你这个 点赞率会不好了 有可能吗 我看StoneG的那些视频 你不会 你 你他把那功能给关了 知道吗 你可以点赞 但是点赞率他不会给你显示 所以说你不是无所谓吗 而且 我后来想 那是不是应该 他怕的是评论里面的那些 不理心在那骂人 评论也关了 我不知道是所有视频还是 就是我看到的那些视频 但是反正你 你点赞不让 呃 你评论不让 你说你怕那些不理心你怕什么 我不明白 好 我们一会再说 反正 呃 现在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阴谋论 但是呢 这个跟我老婆们俩商量一下 商量再三 还是发在了会员专享 那反过来呢 这一期要说呢 一个美国的网红 人家呢 也是发现了 就是说他们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啊 这个呢 是这个美国网红 我跟你说啊 这个美国网红 所谓美国网红 它本来就不是网红 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号 或者是一个中号或者啥 它不是那种大网红或者啥 它的那个视频 我也看了 别人让我去看呢 我我点开 我跟你说 点开了之后呢 你不用打开脑袋 你是sleep mode 你也能一眼看出来 它是扯淡 它是那种阴谋论 典型的那种阴谋论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Alex Jones级别的 Nathan Ritz级别的 你看了 等于浪费时间 结果呢 这个Stones今天还要介绍 那人家呢 也在探讨 在探讨什么呢 他在探讨呢 就是说 去年的时候 在武汉呢 举行了这个军运会 在这个期间呢 有一个呢 美国军官 叫什么 Majabasas 我不知道 他发音怎么发音啊 反正这个美国军官呢 他当时呢 在2019年的10月23号 他参加了呢 武汉军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赛的呢 这个比赛 他是参赛选角之一 这个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他还 早晚去看呢 去说 你们去看那个视频 那我觉得 那个是浪费观众的时间 我竟然不敢 把我们中国人 我们坊间 流传的 我们的探讨的 发在呢 非会员的视频里 也就是说 美国的那种阴谋论 敢 你就放在那个 非会员那个频道 中国的阴谋论 你不敢 我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我明白的是 他不想评价 那美国的那个阴谋论 说 那我这样子呢 我呢 也不说太多 因为呢 我觉得人家有人家的观点 如果我呢 去转述的话呢 难免有我的理解在里面 所以呢 我尽量对他说的呢 我不做过多的阐述 这点我也不是特别明白 就是 有点那种 你 你一眼能看出来 是阴谋论的那种 垃圾的那种视频 你可以忽略 你可以完全不说 你可以 你可以说 好 你们自己看 但是我先给你们说 我自己影响是什么 你这样 从我个人来看呢 你还是有点不负责 好吧 但是反正会说一些会员和非会员的一些事情 那么 再在此呢 再次向大家呢 道歉 所有那些呢 想知道中国这边的传言的 你就只能去加会员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是压力很大 我把呢 我们能够在会员视频里讲的呢 我先讲一讲 能够讲的 他讲一讲 有一些呢 过于阴谋论 太精准 我们呢 各到非会员去 好 明白这个道理吗 阴谋论是阴谋论 但是有一些阴谋论 是过于阴谋论的 那些放在会员频道里面 那些 阴谋论 没有那么过于阴谋论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美国的那个人呢 你就发在公开的频道 非会员里面 我觉得美国的那个都如此扯淡 那你那你会员里面的那些那些视频 我都不敢想像是什么质量 好不好 那么最后的这个阴谋论呢 就这个就不能再这个废话来说了 不能 因为呢 玻璃心太多 好不好 结果呢 等了三天 其他人看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阴谋论的视频 给他回复了 说是扯淡 他就买了一个回应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6号星期四 之前啊 说到了有一个美国网红啊 我记得是2020年的3月23号啊 三天前 是第1776期的时候 当时我们说呢 有个美国网红声称找到了参加武汉军运混的美国军官 叫Majabasani的关键的线索啊 当时说找到线索啊 那关于这个事呢 当时我们把他那个视频发给大家大家去看了 看了之后呢 这两天呢有很多人研究了之后呢 总结了一些的里面的东西和一些情况出来 那么呢 我们呢把这个最新的情况呢 给大家呢做一个汇报 这我不明白的是 这我不明白的是 你让他们去看 去研究 你自己研究不是吗 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观众的时间呢 我真的不明白 好 说点其他的话题 这个已经够雷了 说这个美国人政客 川普 就是CNN也好 很多中国人也好 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最终的 川普说这个 Chinese virus 对不对 他不是本来说的吗 而且 强调说 自己那个草稿上面 还用手 改了那个词 Coronavirus Chinese virus 对不对 中国病毒 最开始是说 后来川普改了 不说了 因为一些 在美国的一些亚洲人 就是受到歧视 但是 他还没改的时候 这个StoneG 是这么一个调子 重要一点就是说 川普的攻击性的言论 就是Chinese virus 中国病毒 你把这喊 很多人认为 很多这个白左就认为 哇 很多白左认为 你完蛋了 你竟然敢喊这个 你竟然 你这是种族歧视 你完了 你自觉于人民 白左认为 是种族歧视 Chinese virus 对吧 很多中国人觉得 哇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疯了 但问题是呢 就是CNN也不明白 为什么川普的这种 攻击性的言论 反而引起了 美国民众的 广泛的支持和热情呢 为什么 但是美国人呢 对 他现在会介绍 美国人的本性 你好好听 我以前 以前有得跟你说过 美国他是属于那种民风 比较彪悍 他都是吃那种牛排啊 热量食品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人也比较粗壮 然后毛的妈又多 有的时候你就感觉 他进化未完全 就 进化未完全 就是那种tuff guy tuff girl 你知道吗 就蛮强硬的 跟你干那种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美国人觉得 我操他妈的好 就该卷王八蛋的 你知道吗 你好好听这个 描述美国人的这种 这种 这种说法 真的 头头 所以呢 其实真正来讲呢 批评川普的声音实际上是很小的 特朗普说 Chinese virus批评川普的声音是很小的 啊 我们中国媒体呢 就是丧大的那些 有一两个人就觉得 川普怎么能这么做 你是种族主义者 有吗 有一两个极左的人士 可能说的 有一两个极左的人士 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极左的那些 但是绝大多数人呢 假如没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 目前这个情况呢 美国的民意在沸腾 你发现了吗 很多的美国的这些 政界的人物 在这件事上 不敢说话 他那个那个点是 你 如果要选的话 支持赵立坚 他说好像这个 新冠状病毒来自美国 还是支持川普 川普只不过是说了一个 Chinese virus 中国病毒 那美国人就会选择川普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个这个 对你根本不存在 你不是 反对 川普说Chinese virus 你就 马上得支持赵立坚 或者是中国那些 那些宣传阴谋论的那些 那些官方的那些 那些外交部的那些人 不是 你可以说 我反对 中国那些阴谋论 我也反对 川普说Chinese virus 但是他会说好像 没有那种 只有一些极左的 一些 两个极左的声音 一些白左 会反对 川普的那种 会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还有一个会讲说 你好好听 希拉里是不选了 所以希拉里敢出来说 川普是种族主义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因为不选了 所以敢说 川普是种族主义 但是希拉里 希拉里今天如果出来选 他也不敢 他也不敢接着场 懂了吗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这里是美国 好吧 你 对 不管你扶不扶 这里是美国 不管你扶不扶 结果 扶了 过了三天 又有一个视频 你好好听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4号星期二 川普终于不再说中国病毒了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 川普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个提法 记者一看 哎 兄弟们不说这中国病毒了 川普呢 他说 他说美国社会当中 出现了一些指责华人的一些 nasty language 就是一些 这个nasty language 本来就是大家关注的那个点 反正就是一些脏话吧 说一些脏话 他说的为了保护美国的华人 他决定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个提法 对啊 就是不再提这个了啊 不是本来说只有一些两个极左的人 还有Hillary Clinton 还有一些白左反对吗 结果现在改了 那我觉得他这东西呢 倒是也是简单干净明明确啊 川普说Chinese virus是简单明确干净 不过呢 也造成了一些呢 这个困扰和问题 那他现在呢 造成了一些困扰和问题 对 本来大家关注的是那些困扰和问题 那也意识到了 他现在意识到了 回收 我觉得呢 还不错吧 也取决了一些的这个效果 啊 还不错啊 是吧 我觉得反正呢 他不再用这个呢 也不错 其实我一直都说 我就说呢 从他开始我就说你最好 不要说Chinese virus 你可以说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吧 我就是没有听他这样说我吧 反正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叫法 你听 那这个上次呢 又观众糾正我 说拜登呢 去了Fox 说也是CCP virus 就是中国 拜登上Fox 说CCP virus 中国共产党病毒 嗯 共产党简称 这样我觉得也不错 CCP virus 说中国共产党病毒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呢 呃 会比较好 基本 这样说会比较好 是不是 那本来那两个极左 和那些白左 和Clinton 到底是咋回事 这里是美国 不管你俯不俯 俯了 接下来是什么话题 我们看一下 啊 对 这个是我的结尾 我不是说那个 我对他的那个 会员和非会员那个模式 比较感兴趣 我依然没有明白 到底咋回事 你为什么有一些话题 有一些那种 最扯淡的一些阴谋论 你把美国的那个很扯淡的阴谋论 你放在非会员的频道上面 你把一些中国国内的一些更扯淡的一些阴谋论 放在会员里面 因为中国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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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性如此多 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依然不明白 如果谁能解释的话 我愿意听 最后呢 我不是说我觉得会外语比较好吗 会外语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我们来听 他也觉得 嗯 我就是说你看的 你肯定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你的主要的语言就是中文 你的主要的语言是中文 你基本上呢 缺少英文的阅读能力 你缺少英文的阅读能力 如果说一些 有一些人跟他观点不同或者啥 嗯 或者是 对川普的有一些误解 在他看来 那大概是这么一些人吧 你基本上呢 不看或者你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 但是你基本不看的 英文的这个新闻和媒体啊 我希望啊 我希望 就是说 咱们的这些呢 中文的观众 如果啊 你真的英文不太好的话 我我我 我知道我这么说 我跟你说犹豫再三呢 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是吹牛逼 对不对 但是这次呢真的不是 你看我吹牛逼的时候 我反而好 好说出口 当我不是吹牛逼的时候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就是说什么呢 我说如果你英文不好 你不能够经常看这个 英文媒体的话呢 我建议你呢 还是及时的收听收看的 时光记 那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要看他的啊 好 我觉得在讲外国新闻的时候 尤其是美国和西方的新闻的时候呢 啊 你是说美国和德国新闻是不是 我觉得我比其他人更中立 也更及时一些啊 我觉得我给你传递的信息呢 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啊 也就是说看德国情况要听给台湾人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其他一些中文媒体在讲到 中国的新闻是讲的 其实还不错 我觉得但通常他们在讲老外外国新闻 在讲美国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有问题 非常的不准确 他们很容易呢 就被这个中文媒体给带偏了啊 这样好吧 这这次的以前很多时候都在春秋毕 这次还真的不是春秋毕 这次是发自内心的说的 发自内心的说的 最后呢 我我对对他的这个英文水平比较感兴趣 因为他不是说一些什么 Chinese virus 那些让我觉得哎 这个调子听起来有点不对 啊我就看了一些他阅读英语的一些片段 给你们放一个啊 说一个美国共和党的一个阴谋论 又是阴谋论 那这张照片呢说的是什么呢 我给你大概翻译一下呢 他就说 Coronavirus is a deep state ploy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这个新冠病毒呢 是一个深层政府的一个呢 轨迹 应该这么说一个轨迹 然后呢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to 就是说呢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to 是被中国政府呢 来这个发射的 是中国人呢 把他发射的 对吧 不是发射的 是放出去 放出去的 这么一个轨迹 去干什么呢tank 就是说呢 使他沉没 the stock market 就是说呢 这个股票市场 要沉没股票市场 然后呢 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and to stop Donald Trump from being re-elected re-elected to stop Donald Trump from being re-elected re-elected 哎 会议外语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最后呢 我我我真的这个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再给你们回放一下这个 有关这个 这个会员这个频道啊 对吧 呃 那么 在在此呢 再次向大家呢 道歉啊 所有那些呢 想知道中国这边的 传言的 你就只能去加会员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是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好 这个就是我看了一会儿 stoneg的这个视频 三十分钟 大家保重 这个会外语是一种幸福的事 Peace